明道强抓下体。张少怀,好像被强奸。 左起,明道,联谊齐,柯佳燕,张少怀,马志祥出席金马奇幻影展。 图金马奇幻影展,二十万零一千八百零四点二二。 国片市长夫人的秘密金,二十二日,晚在金马奇幻影展举行首映。 导演联谊齐帅演员张少怀,柯佳燕,明道,马志祥一同出席,并与满场观众分享拍摄去世,其中又以张少怀最是委屈。 他哀怨表示,明道自己加戏强抓他的下体,感觉好像被强奸。 首次与导演合作的明道,表示自己从以前就很喜欢联谊齐导演的作品,当初一拿到剧本就答应合作。 演出电影中关键的是找特助角色,与张少怀鸡当初爆笑火花,一见如故的两人也在片场不识搞笑,宛如阿呆与阿瓜翻版,更笑说希望导演帮他们两个拍摄一部电影。 其实电影的一大看电,就是明道和张少怀的男男暧昧戏。 其中一幕,明道用手猛抓张少怀下体,让张少怀委屈说剧本原本没有这个,是明道自己加戏抓的,那种感觉让他觉得自己好像被强奸。 明道则透露这个神来之笔是导演临时加的,此时张少怀又反驳,根本是明道说不说住就主动伸手来摸,一搭一唱相当逗趣。